榴莲业者好消息 榴莲从泰国运至昆明中老铁路快车缩短路程 央广往北京5月12日消息 是中老铁路开通之后 不少泰国榴莲出口商选择通过中老铁路向中国运输榴莲 让中国消费者可以吃到更新鲜 口感更好的泰国榴莲 还有一部分通过广西进来 以前还有海运这条路线 因为海运时间太长 今年几乎没有人走海运了 云南一家商贸公司的刘经理介绍说 针对深陷类货物对防腐 运输时效要求高等特点 国铁南林局方面表示 加强与泰国、越南两国铁路部门以及物流企业沟通 充分发挥区域联绕协作优势 丁控进内外公路 铁路多次连运各个环节 设计便捷 高效的全程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另外提前掌握货物在图情况 做好公路和铁路运力资源的匹配 合理统筹装卸 能力 运力资源 实现每一个冷链集装箱零等待 不断提升水果运输效率和运输能力 泰国今整榴莲最受消费者欢迎 今年4月起 榴莲、菠萝蜜、山竹、熔岩等热带水果开始大量上市 每天都有一列水果专列通过终老铁路入境后 发往昆明、成都、广州等各大城市 我觉得发水果 新鲜是第一要素 这趟火车一直都有智能 我觉得很好 用这条铁路很方便的话 未来我们可能会加大运量 一家品牌负责人将天记说 就在今年五一到来时 中榴铁路运输进口热带水果已达1.1万吨 极大丰富了国内果篮子 以榴莲为例 据记者了解 泰国拥有200多个榴莲品种 是全球出口新鲜榴莲最多的国家 目前 正值泰国榴莲采摘和销售忘记 绝大部分泰国产榴莲都销往中国 是从搭上中榴铁路的快车 泰国榴莲出口商表示 榴莲运输到中国的时间大大缩短 4月初 随着新一季东南亚水果成熟期的到来 广西平祥可玩货物进口需求旺盛 4月11日 运在212吨泰国榴莲 山竹等热带水果的24514跨境5人 只手冷藏车主班列 顺利抵达广西平祥铁路可玩 将通过公路分销至全国各地 今年的东南亚水果贸易也迎来运输热扫 据介绍 以前通过海运需要大约7天时间 公路运输大约5天 自从有了终老铁路 榴莲从泰国运到中国昆明只需3天 泰国媒体报道 从泰国马达普站MAPTAFAT开往中国广州的榴莲班列 已打破从泰国运输水果至中国所需时间的最快记录 运输途中损耗的概率也显著降低 一家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 相比3月 全国消费市场榴莲订单增长约45% 4月全国榴莲销量最好层次分别是广州 深圳重庆 其中 云南消费市场榴莲订单量又环比增长145% 泰国精神榴莲最受消费者欢迎 铁路部门推出8加1无人直守冷藏车主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 2021年以来 进口榴莲供应量逐年增长 2021全年 国内鲜榴莲进口量及进口额为82.16万吨 42.05亿美元 2022年进口量增加至82.5万吨 进口金额略有下滑 总计40.3亿美元 2023年1至3月份 中国鲜榴莲进口量及进口金额为9.14万吨 5.07亿美元 同比上涨154.29% 124.62% 以广西平祥口岸为例 广西平祥口岸是中国最大的陆路水果进出口口岸 东盟水果出口需求连连增长 尤其是榴莲 山竹 波罗蜜等热带水果备受国内市场欢迎 不过 现活货物长途运输不宜保存 为提升进口水果运输效率 国铁南陵局自去年8月推出8加15人 直走冷藏车主并迅速吸引了不少企业 在保证水果品质的同时 静宜不要说通关时间 提升了国际贸易供应链效率和效益 据介绍 传统的跨境生鲜货物都是用传统冷链集装箱运输 一般4个小时就要接电制冷 8加1车主由8个冷藏箱和1个发电箱组成 可为8个集装箱持续供电制冷300小时 装在鲜活货物的冷藏箱 不再受是否自带发电机 以及脱离供电停止制冷4个小时的限制 广西宁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商贸物流部部长廖明表示 该冷藏车主可以实现全程冷链运输 保证水果品质 下一步将配备更多的8加1车主 优化运输方案 吸引更多的东南亚水果企业 通过铁路口岸进口水果 根据泰国商业部统计 2022年中国占泰国流年出口总量的96%以上 专家表示 预计在终老铁路的助力下 今年泰国流年的出口额有望再创新高 看过了这视频之后 东南亚的国家 特别是盛产流年的国家要加油啊